受不了90多岁肉瓢碎面,叼包绑匪起诉 54岁的男子曾文坤因经商失败 今年4月,经持枪绑架94岁的周姓老通人,企图勒索700万元 当时阿嬷外出散步,被他持枪强压上车,还用铁丝捆绑 阿嬷在车上不断碎面,劝他不要做傻事 后来因阿嬷腰痛,绑匪不忍心 来下车用仅有的百元钞,买指通料给阿嬷吃了以后 阿嬷才说出家中电话号码 没想到家属也恫吓绑匪说 阿嬷这么老了,如果出事,你会被判很重 绑匪和阿嬷肯谈近半小时,阿嬷又持续睡眠 绑匪受不了,且担心阿嬷身体 于是把阿嬷带到加油站,撤扶他上厕所后丢包闪人 3天后绑匪落网,新北市地间属苏天翼枪跑条例 与切道,路人勒索等罪嫌起诉 动新闻,新北报道 3天后绑匪